国际消息来关心设计自动化会议DAC2024 在美国旧金山登场 而随着AI的热潮以及自研的晶片趋势崛起 台场还有国际的业者都纷纷的投入IC设计的服务领域 看好未来晶片设计会走向少量多样 而包括了细致材 ASIC的角色将会更加的吃重 显示了AI塑造了半导体全新的格局 来到旧金山商业金融中心 现在这道Moscow New West即将举办设计自动化会议DAC2024 可以说是晶片系统设计领域最重要的年会之一 DAC2024盛大登场 吸引各国媒体学者上万人共襄胜举 随着自研AI晶片趋势兴起 先进制程的设计难度越来越高 除了少不了金元代工厂 台积电等伙伴协助 这些晶片背后更有一群不可或缺的IC设计服务公司 这个就可以去fulfill这个市场上面少量 但是多样产品的这样子的需求 委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服务公司 他们的这个所接的这个案子的量 还有这个设计的这个能量是越来越大 台湾的IC设计服务厂商为国际客户设计出AI晶片 并且导入上这样子的AI人体侦测模型 可以侦测人数跟人体姿势并且发出警告 广泛应用在长照还有公安等领域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这个所谓的AI设计的一个平台 我们目前也已经有接到一些欧美大厂 他们希望说能够把他们想要设计的AI晶片 委托给我们来做设计 在可预期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两年到三年之内 我们揭发的这个在AI晶片上面营收 我们预计应该会有两倍到三倍这样子的一个营收的成长 半导体制程进入新赛场 IC设计难度突增 未来系制裁SX角色将更加吃重 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这个很重要因为新的这些chip 包括制程它其实越来越复杂 试错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所以晶圆厂跟设计服务能够有做一个紧密的结合 可以填补这么一个gap 美国券商Jeffries也在报告中预估 目前设计服务公司占整体IC设计产值 约2% 约50亿美元 2030年将达到200亿美元 占比上升至4% 有一个超过的努力 在说成为更多的工程中 成为力量进行转发展 我们也在与用选择东西的产品 创造完整体制造型 各大厂全力冲刺客制化晶片市场 在设计服务蓬勃发展的同时 需要思考如何运用独特的优势 才能強盛先機 AI需求崛起 國際大廠紛紛投入 自研晶片行列 看好未來晶片設計 走向少量多樣化 IC設計服務迎來爆發性成長 也為半導體產業 帶來更多可能性 以上是記者曹林 淳博成 在美國舊金山的採訪報導